每天对着空气说话,看对方的照片,每一天都在等待大鼠的日子,由朝无从分享,欢下落泪不能拥抱,这就是异地恋,很多人都说,异地恋是不能拥抱的爱情。 两人天搁一方,搁着屏幕呼诉中场,这种感觉糟心透了,明明不是单身够,吃过得比单身还要凄凉,每天独来独王,看着别人出双入队,心里总会忍不住的羡慕,还有人说,异地恋就是在手机里养了纸电子宠物,每天只能对着屏幕笑,捧着手机哭,为了见一次面,辗转在各种交通工具之间,被他翻山越岭。 却无心看风景,但随着距离的一点点缩短,那些为了见面所经历的周折,都在见到你的那一刻,烟消云散。 尽管时常忍受分离的孤单,却也期盼相聚时的甜蜜,因为彼此相信,只是暂时的分开,心一直都靠在一起,解决到,以地恋更像是一波励志剧。 有的人结局圆满功成名秀,有的人半途而废,两半智商,结局惨不忍睹,因为爱情而在一起的两个人,本身就是一种幸运。 我们总以为会在一起一辈子的人,却被距离把感情变得抽象,最终消失在人海里,在念念不忘中被时间冲淡了回忆。 所谓一地恋,熬不过去会怀念半辈子,熬得下去会相守一辈子。 二哈哈曾说,谈恋爱就该经历一下一地恋,体会一下欣喜忧愁,无从分享。 欢笑落泪不能拥抱,隔着屏幕隔着电话联系,直到你几乎发疯,学会拒绝诱惑,学会处理一个人的时间,学会照顾自己,也只有这样。 再下一个用法,乃至白头偕老,你才会感恩,一地恋不止考验着对方的耐心,更是考验了自己的认真。 今天在网上看到了唐晨被剪出的视频,男女主因为工作的原因,不得不分隔两地,尽管他们保住这一地的煎熬,却不约而同地选择脚牙坚持着。 其实,这世上没有人喜欢一地恋,大侠爱的两个人,无谓距离,只为一个更好的你。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